各位市民,过去一个星期,香港录得117,03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 令今波疫情自去年12月30日爆发以来,累积个案高达158,683宗 是香港过去两年总共确诊中数的12倍 反观全球各地,因为传播力极强的变异病毒株Omicron引起的病毒扩散 也都是一发不可收拾,造成感染个案数字几何级上升 在香港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疫情期间 我十分感谢市民保持冷静,积极配合各项的抗疫措施 很有秩序地接受强制检测、家居工作、减少外出 过去的周末,市面人流稀疏 正正就是反映市民齐心抗疫 香港一直严格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策略 多管齐下围堵病毒 致力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以动态清零为目标 为了应对第五波疫情 特区政府不断投入大量资源 加强各个抗疫环节的能力 但是病毒扩散速度之快 已经远远超过特区政府自身可以处理的能力 在这个危急时刻 作为行政长官 我在2月初向中央提交报告 希望国家出手援助 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疫情 关切香港市民的福祉 并协调统筹一切香港所需 即时积极回应 援港的措施不断出台 包括先后派出三批流行病学专家 和重症医学专家 流动检测车 检测技术人员 核酸检测人员等分批来到香港 由委托内地承建商在洛马州河图区 和本港其他八个地点 兴建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 保障医疗物资供应 送证抗疫的中成药 和保障其他内地公港 鲜活食品 以及日常生活所需 在中央坚强后盾的支持之下 特区政府定当按住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将尽快稳控疫情 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 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 各位市民 未来这两三个月 是稳控疫情的关键时刻 我已经在2月22日 宣布加大力度推行五方面的措施 第一是坚持早发言早隔离 特区政府已经广泛派发快速检测包 让市民监察自己和家人 有没有受到感染 并会针对较高风险的楼宇 进行更多遗风强检的行动 我们正全面细化方案 筹备在3月内推行全民强制检测 务求做到彻底快速有序 有效地切断病毒的传播链 对于检测程阳性的居民 由于数目庞大 政府会采取分流隔离 按住确诊人士的身体状况 家居环境和同住家人等 安排进入社区隔离设施或者入院 并为在家上代进入设施或者居家隔离的市民 提供特别的支援 包括医疗查询热线 指定诊所、公寓约诊字 专属的士接载往来诊所等 同时特区政府正全力设立更多的社区隔离设施 除了现有的竹高湾隔离设施 和里渔门公园及度假村外 三座经过改装 未入伙的公共屋村楼宇 和两个大型的过渡性房屋项目 租用商业酒店 和在八个地点 以及罗马州河图区建设的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 会陆续投入服务 估计总数可以超过七万个单位或者床位 第一个只是用了一个星期建设 位于清医的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 已经在2月28日交付 第二是采取分层治疗 减少重症和死亡的个案 和其他病毒株比较 Omicron的病状较轻 医院应该留给熟严重或者需要治疗的确诊人士 为了提升本港的治疗能力 中央已经委派内地施工队 在罗马州河图区筹建一所应急医院 第三是严守外防输入边境管制措施 继续实施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 以免在危急时刻输入个案 为医疗系统带来额外的压力 第四是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大幅减少人流 防止传播 第五是提升疫苗接种率 特别是长者和儿童 各位市民 特区政府会继续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人手和资源 采取一切必要采取的措施 但是要打赢这场抗疫战 全体市民的支持是成败的关键 你们的充分配合 将可以令到抗疫工作事半功倍 将可以令到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用 将可以成就万众一心的抗疫能力 我在这里再次强烈呼吁市民 第一 应该更加注重个人卫生 减少感染的风险 如果对自己身体状况有怀疑 应该尽快进行快速检测 以及早识别有没有被感染 从而保护家人 第二 应该继续遵守社交距离措施 避免非必要的外出 避免出席人多的聚会 也应该和受聘的外籍家庭佣工 商讨休息日的安排 呼吁他们留在家中 第三 应该就政府发出的遗风抢检 或者日后的全民抢检公告 按时接受病毒检测 第四 应该尽快接种疫苗 以及安排家里的长者 以及小朋友接种 第五 如果确诊人士没有病征 或者只是有轻微不舒服 应该遵循卫生当局分流隔离的安排 将宝贵的救护车服务 以及医院治疗设施 留给更加有需要的市民 各位市民 香港这个我们大家热爱的城市 过往经历过无数的挑战 克服了无数的困难 展现了无比的韧力 同时保持了鸿厚的实力 这个时候 疫境无情 形势危急 但有中央全面支援之下 香港必定可以再次化险为宜 打赢这场抗疫战 等到市民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请不吝点赢 请不吝点赢